其實好的橄欖油 就像一個金字塔一樣 那金字塔它有分三個等份 所以最頂端就是最稀少 最珍貴的 就是我們 特級的初榨橄欖油在最上面 是 那中間的地方 其實就是 純的Cure的橄欖油 是 那底部也就是量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買得到 價格也比較平價一點點 這個就是一般 是 它沒有辦法直接拿來生飲 做保養使用 所以其實你說到 可以生飲要到很頂級的 初榨冷壓的橄欖油是不是 一定要 可不可以真的好好 跟我們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一定要 像這個冷壓 其實全程 你一定要在27度以下來做製作 而且在過程當中 經過西班牙整個嚴格的把關 我覺得西班牙的品質 為什麼會好 是因為它用到這兩點 冷壓跟初榨 那初榨代表 它只有經過萃取 沒有過分的加工 就是它中間油 沒有產生一些質變 對 再過來 很多人說 冷壓出炸 我也有 我也有 對 但是真正決定 橄欖油的好壞 其實在於這個地方 是 酸架 這個酸架 其實就是臭酸啊 油有沒有臭酸掉 就是油有沒有產生酸敗 很重要 是 那歐盟規定 大概0.8其實就合格了 是 那你知道我挑選的這一瓶 來自我們今天西班牙的 來到了0.15 永遠低於六分之一左右 所以它的酸價就是 臭酸的指數 非常非常非常低 是 那吃橄欖油那麼重要 它的營養成分 這也很重要 那除了這個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81%之外 很重要是 你看維他命A有沒有 可以維持我們暗處的視覺 這個D其實就是什麼 鈣質的搬運功 對 那EA 這很多太太小姐媽媽都知道啊 保養很重要的一個養分 對 讓你白泡泡 又咪咪 就是這個E啦 那這個還有一個貝塔胡蘿蔔素 再過來 這個管路的青道夫 就是把拍蜜有沒有 把它趕快趕走趕走 是 Omega 3跟Omega 9 我們要吃很多的魚油啊 對 就是吃這個啦 是 對 那橄欖多分 就是我們體內的 液態黃金 超級超級的抗氧化 聽完已經覺得 我每天就喝這個就夠啦 就夠啦 成分營養太多了 所以其實你說的這個 一定要是冷壓出炸 才能夠保留這些好的養分 對不對 不會因為過度的加工 反而破壞了對不對 來 我幫你們準備了筷子 好 謝謝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像現場 這些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你一定想不到 就連水果 也可以像這樣子 直接一點點 它就可以提升我們的風味 而且讓我們吃水果的時候 更加的潤滑 口感更好是不是 非常棒 來 剛剛我們也沒有人說 這個是液態黃金式嗎 一定要補充 你看它顏色非常非常漂亮 我先來上去 你看這個 沾了橄欖油的芭蠟 是 我來吃吃看 感覺它那個 然後它那個果香 裹著那個芭蠟的感覺 不一樣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 吃芭蠟都是色色對不對 會色 可是真的沾著這個橄欖油吃起來 是滑潤滑潤的 這個本身 其實有一點點芭蠟香跟辣辣的 真的 是這樣子 不信的話 我跟你講還有一招 你直接 像我每天早上起床 不用多 就5CC 你看 就一點點 這個就是所謂的 就是早上起床 你可以游樹法 或者是平常時候 你可以 真的要喝嗎 我跟你講 5CC到10CC 很多人說 其實你發現 為什麼歐洲朋友 他們養生的秘密 就是這個游樹法 你看他一個非常懷疑的臉 就 那就是 金美姐 再麻煩了一下 先 不會醉 不會醉 你試試看吧 試試看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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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真的 它就有 一點點芭蠟香 然後呢 怎麼樣 完全沒有那個油的那個 不會油的臭味 對 真的有一點辣辣的 挺有臭的 這個你怎麼吃 不為什麼油 它會辣辣的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裡面好的橄欖多酚 其實它就是一種 像我們去吃那個花椰菜苗 有沒有 青花椰苗 裡面一樣的抗氧化成分濃度夠 所以你口感會產生 有一點點小小刺刺的 那是正常的 那在10秒鐘之後 你可以讓舌頭 在整個口腔裡面繞一圈 你就覺得那個香氣就出來了 我說真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油啊 你要先聞聞看 它有沒有油耗味 最怕就是那個油 一聞就是很重的油耗味 你就覺得根本就吃不下去了 真的 因為一般有油耗味 它就是調和油 但你看我們家 我只會把它拉這個油絲 你看 你也太豪邁了吧 它每一滴 全部是特級冷壓出炸 所以看不到任何的油耗味 好 我真的我也要試試看 剛剛高知已經喝了這個 液態黃金 我也來試試看 很讚 然後你先聞聞 那種天然的果香 真的 有一個很清香 清爽的香氣 很特別 對 然後你看入口慢慢的 在你的口腔黏膜當中 讓它充分的潤滑 好香喔 是不是 我真的有喝到橄欖的味道 真的 而且它是越到喉嚨的深處 那個香氣越出來 這是真的 而且我感保證 我喝了這麼大一口 我沒有半點油耗味的 那個不舒服感 而且我以為喝油會很黏 因為它很滑順 一下就噁嚕噁嚕噁噁 噁嚕 還有還有 還有什麼 這個麵包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那我知道 除了我吃麵包的時候 我看看你有準備很多好料 真的 你是不是要料理給我們吃呢 一定要 我跟大家報告 在家裡面很多的中華料理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那我要炒一個石酥 它會不會搶味 但其實真正好的橄欖油 它不會搶食材的味道 所以在我們吃的時候 真的 你會發現吃起來不一樣對不對 真的不一樣 就是一般的那種橄欖油 有一點有味道太強了 對 但這個是剛剛好 它今天我沾在麵包上面 一點點而已 它還是可以吃到橄欖的香氣 對 可是反而也襯托出麵包 讓麵包的麥香味跳出來 真的 那我就馬上來炒一道石酥好了 好的 OK 你看就這樣下來之後 其實很簡單 我們讓鍋子熱之後 你發現蔬菜接觸到油之後 我應該趕快留一個起來 為什麼 我要給大家看炒完的顏色 跟沒有炒完的顏色 大家待會兒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經過橄欖油的拌炒之後 其實超級簡單 然後我再放一點點 好吃的蘑菇 真的 裡面有很棒的營養跟多糖 還有對健康很棒的膳食纖維 還有胡蘿蔔素 放進來 要讓吃起來有脆脆的感覺有沒有 放一點紅椒 還有甜的黃椒 這個也是我平常在家裡面 很簡單 自己都可以來做 是 超級簡單 這就是真的符合我們說的 地中海飲食 對 對不對 而且你看 這樣 有沒有 它整個不會起油煙 對 好像也是 真的 其實媽媽最害怕就是不好的油 每天就是煮飯的時候 吸入過多的有害的油煙 傷身對不對 是 我在家裡面 其實你可以加一點點 所謂的玫瑰鹽 再調一點點 簡單的調味 對 一點點的味道就可以了 健康的 對 超級簡單 是 你發現有好的油之後 其實加一點點的鹽 它的滋味就很夠了 是 我拿一塊給它看 變很綠 這個做完的 跟沒做完的 很不一樣 真的讓食材變得更翠綠 對 完全不一樣 很讚 這炒過的 是 有沒有 這炒過的 然後不僅沒有黑 有沒有 更加的翠綠 更加的純粹 用到好的油 會讓食材本身的養分更加瘦 對不對 來吃吃看 光聞那個香氣 光聞就香氣 沒有負擔 你完全沒有加些辛香料去調味 對 可是這個食材的香氣馬上跳出來 對 沒有負擔 然後這樣烤 還有脆度 是不是 好簡單就好好吃 對 當然有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而且沒有青菜那種青味 對 那種土臭味 那個草味 土味都沒了 對不對 很甜 把那個甜度都帶出來 植物油中的 葉太黃金 西班牙橄欖油 經過冷壓粗煞 保留最完整的營養成分 不只冷拌 煎 煮 炒 讓食材呈現最佳風味 頂級橄欖油才能身影 濃稠順口 不油膩 拿來保養 也能對抗粗糙肌膚 今天的好物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更想知道好吃好用的 可以上我們好好聊日子 在YouTube頻道 跟關於粉絲端 都會有詳細資訊喔 沒錯喔 好康道小寶 千萬別受過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Bye Bye